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祝祝平安 这个进入夏季度假时间了 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 可以安排你们的假期 严与你的家人 能够共度美好的时光 那也求神保守 弟兄姐妹在假期当中 可以旅途平安 同时在假期当中 也不要忘记 凡事借着祷告 能够愿神在假期中 与我们同在 我也刚刚从雷师 度了一个非常短短的假期 刚刚回来 每次我离开巴黎 然后我从外面旅行回来 我总会说 还是巴黎好 常常是这样子 当然巴黎是个大城市 大巴黎 常住人口 有一千多万人以上 所以巴黎城市 这个城市 它是各种设施起备 商业的交流 非常的活跃 巴黎的教育资源 非常的集中 它是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多元 那么在这个人口众多文化多元的环境中 会不断的碰撞 其实这个地方会产生很多的新事物 会产生很多的一些丰富的东西 这个我打个比方吧 就类似于我们住在温州的 有这个欧江 瑞昂有飞云江 我们吃的很多的海星 都是那个江水流入大海的地方 对不对 那里就有很多好吃的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个淡水跟一个海水交流的地方 那里会带来很多丰富的东西 也会产生很多美味的鱼类 那当然城市也是一样 越是人口众多多元的 就会产生很多新的事物 因此城市它就结合了更多的资源 城市它有创新能力 农村没有的 农村很守旧的思想的 只有城市它会有创新能力 那么城市中给人们会提供更多的工作的机会 让大家生活在城市里可以更丰富 因为这样它自然城市就有了 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 那么基本上的研究调查 发现了总是城市带来乡村的成长 永远是城市影响乡村 不会哪一个乡村去影响一个城市 所以城市它能够影响它周边的区域 它可以带来周边区域的发展 那么我谈了这么多城市 我要跟你们谈谈 在新约当中呢 使徒保罗他的宣教的策略 他也是非常正确的 他看重城市的影响 并且他也看重城市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看启示录里面呢 耶稣借着约翰 也是写信给亚西亚七个教会 那七个教会所在的城市呢 当时能够影响整个亚洲 欧洲非洲之间的区域 为什么那里有经济 宗教文化商业 商大洲都在那个地方交流 那个是七教会所在的城市 所以神写信给当时的七个教会 也是要得着这个世界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 耶稣也是非常看重城市中的 教会的发展 那么我今天和大家分享 教会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群体 教会这个词 希腊字 它的表面的意思呢 它表面的意思就是被召聚在一起的一个群体 所以教会就是一群被耶稣呼召的人聚集在一起 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聚集在一起呢 那么我们信耶稣嘛 大家说谁信谁得救嘛 那我们信了耶稣 每个人在家里信多好啊 就在家里祷告 就是了嘛 我们为什么要组织成为一个教会 要这样敬意起来 甚至保罗对教会还形容他是耶稣的身体 因为教会呢 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每个人被很好的敬照 教会能带着福音的使命 如果人人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 那么这个群体将会共同活出基督的厌世 我再说 这个群体会共同活出基督的厌世 那这个群体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力 耶稣不是说嘛 你们要成为伤善的臣 成为世善的国王 因此教会必须要从耶稣那里领受 异象的一个使命群体 教会必须人人都要行动起来 要付出侍奉 教会也必须会对周围的区域 教会也会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同族人当中 一定会产生影响力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谈谈教会侍奉文化 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就是 尽力教会侍奉好文化 好 我们今天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好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我到了一起来 这是我到了什么心里 一起来 一二三 我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里做了三日 我夜盯起来 有几个人也依同起来 当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 做什么事 我并没有告诉人 除了我其的生活以外 也没有别的生活在我那里 当夜我出了五门 往耶稣进去 到了登场门 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猜鬼 城门被火烧 火又往前 到了山门和温室 上所其的生活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月间迎熄而上 查看城墙 又早生进入古门 就回来了 好 弟兄姐妹 这是尼西米考察 耶路撒冷城墙的信长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些字 有没有看到一些地名 十三节有个古门 还有个野狗井 不太好听了 但是真的是这样 因为那里可能是很不好的地方 还有凤场门 凤场门是干嘛用的 不要讲了 还有呢 犬门 大家稍微的知道一下这些地名 待会对我们讲到的时候是需要用到的 好 下面我们还有下一页 我们再来读 下面十七节 以后一二三 以后我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遇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 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你的在手领路 这边 我告诉他们 我守着师恩的手怎样帮助我 一环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 我们一起来敬照吧 于是他们奉勇做这上工 让他和人参加了 并为你们的两个人 光一样和他和人 心上听见者是叫我们 表示我们说 你们做什么呢 要被他们亡吗 我回答他们说 天上的神既使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不忍的 要起来敬照 你们却在耶路撒冷 无分无权无纪念 好下一页 下一页就由我来读了 你们读辛苦了 好第一节第二节 这是第三章 那时大祭司伊利亚时 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起来敬立阳门 分别为圣安利门上 又住城墙到哈米亚楼 直到哈拿叶楼 分别为正 其次是耶利哥人敬照 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克敬照 第八节 其次是迎降哈海亚的儿子 乌薛秋照 其次是坐宣的哈拿尼亚修照 这些人修金耶路撒冷直到宽墙 第九节 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父儿的儿子 一利法修照 第十节 其次是哈路墨的儿子 耶大爷对着自己的房屋修照 其次是哈山尼的儿子哈图修照 这里大家注意几个字 注意一下 其次其次其次 圆文的意思是接着 接着就是跟他临接的意思 我稍微要说一下 那这里呢 第二节提到耶利哥人是什么呢 是不住耶路撒冷的 住耶利哥的那些犹太人的意思 那第一节你看那个阳门要分别为圣 大家要注意一下 到了这个第九节提到 有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 这个意思是那个领袖 他管理耶路撒冷的 好 最后一页 我们一起来读了 二十七 一二三 其次是提哥牙人又修一段 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 直到儿非乐的墙 从满门往上 众记师各对自己的房屋修照 其次是阴脉的儿子 傻多对着自己的房屋修照 其次是守东门 是家里的儿子 是玛雅修照 其次是迎降马基雅修照 到尼提宁和三人的房屋 对着他离府脚门 直到城的脚楼 迎降三人在城的脚楼 和阳门中间修照 三十二节最后提到阳门 第一节有没有提到阳门 是从阳门开始 从阳门结束 它是一个圈 这里也提到迎降 商人 有祭司的 各种人统统都有在里面 那这里还有人呢 是又修了一段 二十七节提哥牙人又修了一段 虽然我想你们肯定没有认真读过 因为这张经文不好读 但是我会讲解给大家听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段落呢 这段就是记载的尼西米 如何将神给他 建立耶路撒冷城墙的意向 结合耶路撒冷的实际的情况 向百姓传达这个重要的使命 发动并组织他们 投入急急的建造当中 这次城墙的建造 一共呢 以五十二厅完成整个建造的工程 他们以不可能的时间迅速的完成 其中我们想必有神的恩典 除此之外 也逐尽这些归毁的百姓呢 他们人人全心投入 他们全体总动员 他们彼此分工 但他们又紧密临街 他们甘心乐意的付出 真的可以让人感慨 这个归毁的百姓 他们形成了一个美好的群体 他们带出了正面 积极有效的一个集体效应 一共姐妹 你心里建立城墙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你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建立城墙就是防御敌人嘛 如果你真的觉得 就是建城墙 就是防御敌人的话 那我想我们只是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其实建立城墙的目的呢 是要建立耶路撒冷城 是建城 这个时候耶路撒冷 他已经建立了圣定 但是要让这个圣定 如果产生 对归毁的百姓的信仰有影响力 对耶路撒冷的周边的城镇 也要形成影响力的话 那么进入圣定的耶路撒冷这个城 必须要发展 他要让自己成为一座城市 成为一座耶路撒冷城 城市呢 才能够产生 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力 一个城市呢 能产生文化的影响力 一个城市才能产生信仰的影响力 所以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城市 以尼西米来看 这是要让他重新散发生命活力的城市 尼西米要让这个城市 成为有良好的城市管理 有城市规划 要城市功能齐全 我不是读过吗 有什么门 有什么门 还有一个奉产门 城市也会产生垃圾的 所以他就会有 这时候你会看见里面都有很多的规划 这既是一个敬拜也要还的地方 让这个城市也要成为一个生活的地方 也要让这个城市成为经济商业活动的地方 要让这个城市呢 既能防御敌人 保护人生安全 他也要是财产安全 还能进行经济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城市必须要成为合一 而又多元的一个群体生活 不是说呢 大家住在一起 但却是彼此分裂的 那这个城市就不行了 法国为什么会把政府楼 跟一帮人的楼房要 参合在一起 因为他不能让那些穷人区 跟富人区完全分裂 如果这样一分裂 巴黎这个城市就会分裂了 会产生群体族群的矛盾 城市会内斗 如果城市要把它发挥成为非常和谐 彼此合作 互相共赢 就是说有工人也有老板 有科学家也有商人 这个才能带来真正城市的经济区域的发展 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墙的建造 其实就是为了建立这样的一个城 不能让这个城市产生分裂 反而那是以圣殿为交顶的圣名 我为什么说这个城市以圣殿为交顶呢 这个城市里面有圣殿 还有我刚才说了 他们建造是从阳门开始到阳门结束 阳门是什么门 阳门是港阳的门吗 不是阳门是百姓带着阳来信迹的门 从这个门可以直接进到耶路撒冷圣定 所以它是从这个门开始造 到这个门结束 可见尼西米进城墙的计划 是要让这个城墙是以圣定为交顶的 然后要形成一个合一的生活 所以这样子呢 敬拜耶和华的信仰就能够影响归回的百姓 不当是能够影响他们 还能够产生对周边外邦人的影响力 这样子他也能敬政耶和华神是天地的主 能够胜过一切的偶像的独一真神 所以因此敬立耶路撒冷的城墙 实质上就是敬立耶路撒冷圣城 形成以耶路撒冷圣定为核心的一个信仰群体 要敬立要扩大归回百姓的生活 他们的活动区域 要形成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大神 要形成一个犹大神 然后他还要向更宽管的区域 要向整个迦南地的外邦人 要向整个波斯帝国的外邦人来敬政耶和华是神 是人认识耶和华 并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那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合一的城市 而不是彼此分裂的 他要成为一个安全的保障 保护城中的百姓 又能威慑周边的敌人 保护耶路撒冷周边的百姓呢 也要安全 所以他要成为一个具备多方面功能的 比如说耶路撒冷圣城要圣定敬拜 适合人居住生活 也要适合商业交流 所以这样会让归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 他们就会形成一个美好的群体 会让这个群体呢 变成整体 成为一个分别为圣 属神的百姓 然后又能使神的百姓呢 可以彼此付助 可以优化他们的生活 又能够提升他们经济活动的能力 那么这样子 耶路撒冷就得以复兴 敬拜耶和华的信仰 也可以得到复兴 圣经在诗篇122篇 诗人曾经就说过 人们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 他们充满喜乐 这些百姓脚踏进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时候 他们就感慨 哇 耶路撒冷是凌落整齐的一座城 他说那里充满了信计 那里也有大卫家审判的宝座 然后诗人还要说 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因为耶路撒冷求兴旺 因为耶路撒冷城 是不是心旺的 他会关系到神百姓的生活 他会关系到以色列的平安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这样子讲了这么一大段 这样说明之后 你已经能够知道 尽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实际上是尽力耶路撒冷城 对不对 那耶路撒冷呢 他又必须成为以圣定为交底 然后耶路撒冷城要彼此凌落 这个城要很整齐 华一 对不对 他要以神的律法 来治理这个分别为圣之城 这样子尼西米第三章 我觉得让人非常枯燥乏味的经文 在一连串都是随径造什么 随径造什么名单当中 你如果认真读 作者在当中就带出了很多重要的资讯 比如说这段经文中有提到 一共有十座城门 他有分别为圣的阳门 好这里 这个就是城墙 那个是枯墙 就是现在拍的 有人说是大卫时代 剩下西面的那一点点的墙的根基 是这样说的 我也稍微让大家看一下 阳门是最上面 一直下来下来 这里对底下有个凤场门 这边有个犬门 水是从这里进去的 因为这个城市上面那个部分是很高的 下面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是建在山上的 凤场门就是最低的地方 是倒垃圾的地方 是这样的 垃圾不能往上面倒 对不对 这个风一吹 满城都是这个 所以这个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看了之后稍微有一点点印象 这里一共有十座城门 有分别为圣的阳门 阳门是百姓带着祭物 进入圣丁信祭的 也有为百姓提供水源的犬门 还有一兵呢 他又提到凤场门是最下面的 这里也有提到有个马门 马门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军队出路 经过马门 所以呢你看 整个城市其实是有布局的 功能齐全的 然后第三章也记载了 有多少个小组啊 当然你们肯定没数过啊 42个进照小组 有42个 他们又各自进照 又彼此连接 所以进照的人员 有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 也有来自周边 四个地区的百姓 说明归回的百姓 他们不分彼此 全体总动员 当中也提到 提格亚的贵奏 就是提格亚的那些妇人啊 不愿意干这个出活 但是那些 并不影响提格亚人的平民 那些平民百姓 他们都来做 并且他们修了两段 还比别人多做 所以可见 这些百姓们 整个福祉是 甘心乐意付出 他们看侍奉呢 就是为神而做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仔细分析这段经文 可以让我们看见 归回的百姓 他们为了荣耀神的名 他们全体总动员 他们计划周祥 他们分工合作 他们彼此紧密连接 他们为群体 为他人 甘心的去付出 所以这次让我们看清 这群属神的百姓 这群同心和义的群体 他们发挥出 这个群体效益的时候 真是竞赠了神的荣耀 那么今天同样的 新约教会呢 就是一群被神呼召 召聚在一起的百姓 同样的是一群带着 荣耀使命的群体 教会的使命是 是望明做主的门徒 所以教会就是耶稣 亲自设立在地上的唯一组织 耶稣认为教会就是山上的城 如果根据当时犹太人心目中 那个山上的城 你觉得犹太人心目中 做梦的时候 你觉得心中那个山上的城 是什么城知道吗 就是耶路撒冷城嘛 它是造在山上的 所以耶稣如果说 你们就是山上的城 如果那个城就是指耶路撒冷的话 那么耶稣希望门徒聚集在一起 要形成一个合一 恩赐丰富 人人乐于事奉 满有爱的群体 是一个将基督的形象 向这个世界展现出来的 我觉得在当下 耶稣也一定希望 法国城关教会也能成为山上的城 成为新耶路撒冷城 做信贷城市中的恩典之光 所以因此 我们今天会透过尼西米记 尽造城墙的 这里面的一些真理原则 我们就学习 我们如何集集事奉 我们要如何组织 尽力起群体当中的合一事奉 我们又能够彼此合作 使我们的事奉 可以紧密的临接 带出美好的群体生活 还有产生出我们整个群体的效益 带出好的结果 共同将基督丰满的 那个爱能够活出来 那么下面我们就 对尽力教会 事奉好文化 我们来学习 我们第一点 共同拥抱从神而来的价值 我们读一下 一二三 共同拥抱从神而来的荣耀价值 弟兄姐妹 请问你心里从苏商城千里迢迢 来到耶路撒冷 他尽造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 是怎样的动机 是什么让他舍弃王宫中 荣华富贵的生活 让他舍弃可以继续 升光发展的可能性 他还要面对各种挑战 勇敢一步一步的成就 那么我们要问 是什么原因 让他一路坚定情形 是什么样的架子 让他觉得 比在王宫中 做晚的酒阵 哎呀 更荣耀 弟兄姐妹 我们新读几个地方的经文 来解答这个疑问 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第三节 他提到 耶路撒冷受羞辱 那么第二章的十七节呢 尼西米激励百姓 也同样提到 免得耶路撒冷再受羞辱 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 我已经提过当时的历史背景 因为当时的外邦人是崇拜那个城邦神 崇拜城邦神明 就是认为每座城都有一位 守卫城市的城邦神明 如果城市如果衰败呢 就是表示这个城的神没有能力 你看 因此那些外邦人 看见耶路撒冷如此欢凉 城墙倒塌 哎呀 那么 他们就会被周兵的仇敌还欺负 这样子就让耶和华的民 在外邦人的口中被羞辱 第二章的十九节也提到 这些耶路撒冷周兵的外邦人 听见以色列百姓要尽造城墙呢 哇 他们就吃笑他们 藐视他们说 他们要做什么呀 他们其实就表示取笑他们 取笑他们的神无能 耶路撒冷的神无能 所以经文 这是两次的提到 耶路撒冷受凉辱 所以这就表示 尼西米尽造耶路撒冷城墙 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 就是荣耀耶和华的民 向外邦人竞赠耶和华的能力 那么还有呢 尼西米规划整个城墙尽造的时候 圣经说 从阳门开始到阳门结束 还要将阳门分别为圣 所以阳门是干什么 阳门就是百姓进入 带着阳进入圣殿 事奉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墙的进造 是以圣定为焦点 耶路撒冷城是一个以圣定性计 为中心的城 所以这些都说明一件事情 耶路撒冷进造起来 就是为了荣耀神的名 不是为了荣耀尼西米 当然也不是任何神的百姓 在第三章这一章都是讲进造者主展的名单 尼西米是记载了所有进造小组 42个小组领袖的名单 但是唯独没有记载他自己的名字 但是我们完全知道 这一切的计划 这一切组织 这一切领导 都是尼西米做的 但是呢 尼西米不记自己的名字 记得都是别人 所以说明尼西米 他是神面前清卑的仆人 他所做的就是荣耀耶和华的名 所以这就是他心中认为 只有价值的心 他是将自己一生累积起来 这个时候的机遇 机会 他为荣耀神呢 他全然的付出 并且他也深深的知道 荣耀神 也是整百姓这个群体 大家共同的价值 所以弟兄姐妹 人的一生 如果都在追求短暂的今生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 最终可以满足你的心 人生不一定要 要多么多么物质丰富 但是人生需要满足 注意啊 我说人生不需要物质物质 有多么多么多么丰富 但是人心是需要满足的 但是能够满足人心的呢 一切属世的价值 都不能够满足人的心 你看所罗门 以他自己的人生 他从众多的丸子当中 所罗门当时是个小丸子 谁会想到所罗门会作王 对不对 你看他的出生 你看他的妈妈 对不对 那个历史是这个样子的 谁会想到所罗门将来会作王 所以小所罗门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丸子 那么这个被人看不起的小丸子 他后来成为世界强国的君王 所罗门一生从低落到最高 对不对 所罗门观察人生百态 所罗门他的结论就是 虚空又虚空的人生 他对人生做出研究 但是呢 他说神将永恒的观念呢 泛在人的心里 只有人具有永恒的观念 人会有永恒这个概念 所以因此他最后呼吁人在宁幼的时候 要纪念造你的主 只有永恒的价值才能满足人心 这个永恒的价值就是荣耀创造你的主 也是那位拯救你的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明白 今生短暂的物质不能叫你真正满足 它可以叫你物质丰富 但不能叫你满足 为什么 一个根本的原因 传道书告诉我们 我们里面有永恒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神放进来的 所以我们对今生不可能满足的 除非我们里面有永恒 除非我们里面有永生 除非我们里面做永恒价值的事 我们人生才会满足 所以我们俩看 荣耀神 他也不仅仅是个人的价值 他也是神百姓共同拥有的价值 所以你心里耶路撒冷不再受凌辱 激励所有的归回的百姓 这成为他们共同拥抱的价值 同样的荣耀神也是 今天我们共同拥抱的价值 建立法国城关教会呢 不是尽力荣耀的教会 而是要尽力荣耀神的教会 荣耀的教会可能就成了荣耀人的教会 荣耀某一位带领同工的教会 但是法国城关教会 必须成为一经荣耀神的教会 跟旁边人讲一下 我们要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跟旁边人讲一句 如果教会不荣耀神 教会就马上会出大问题 比如教会会争民夺利了 一定彼此基督了 还有炫耀自己了 对不对 可能还要炫耀自己的财富 炫耀自己的能力 炫耀自己的尽情 都可以拿来炫耀的 但是教会若不是为了荣耀神 就会马上就会不同心了 所以荣耀神 才能让我们一起清杯事奉 荣耀神 才会让我们甘心乐意付出 荣耀神会让我们的服事是 为了别人的益处 为了成全别人 也会训令别人 成为耶稣的门徒 为了荣耀神 小组长才会乐意帮助你的主员 将来也做小组长 你才会付出嘛 你才会提拔他嘛 对不对 你也会乐意的看到 别人比你做得更好 只要你说 一切为了荣耀神 你一定会希望别人 比你自己做得更好 所以教会是荣耀神的地方 我们每位法国成官教会的兄姐妹 荣耀神是我们共同拥抱的价值 这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原因和目的 所以这是第一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 尽力四份好文化的 第二呢 不断尽力 比净赠神 足够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直都在学习 归回的书卷 以色拉记 这两卷书都突出了一个事情 神在不断的向以色列使恩 神不断的在帮助这些归回的百姓 神不是说 开个头 然后呢 神只给了他们一个意象 让他们自己去做吧 什么事情都不管了 神都不管了 不是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我们这位神是 一路的继续以恩典引导他们 我们的神是 以他自己的恩典 不断的在成就 我们的神是这样子 所以尼西米考察 完了整个城墙之后呢 尼西米就把百姓召聚起来 就向他们传达 尽造城墙的意象 然后尼西米怎么鼓励他们 尼西米说 你看神施恩的手 一直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一直怎么做 就向他们述说 所以你看 神给他有 尽造城墙的意象 然后尼西米接着祷告 神就给他美好的机会 尼西米还获得 完了许可 尼西米还求到 两份诏书 对不对 一份可以回耶路撒冷 一份可以得到 尽造城墙的木料 尼西米来到了耶路撒冷 他又实地考察 那里圣经说 神又不断的把计划 放在尼西米的心中 哇 直到尼西米 整个计划完整了 成熟了 他的整个计划 没有遗漏的 他的整个计划 没有错误的 哇 到最后 城墙尽造顺利 工程迅速 五十二天就完成了 所以这一切 其实都是神的恩典 不是一次的恩典 是不断不断 经历神的恩典 所以尼西米 你以这样子来鼓励那些百姓 说要起来尽造 要起来尽造神的地 所以他以神施恩的手 告诉他们 神已经开始动工了 神已经开始尽造了 所以不要害怕 起来吧 我们一起造吧 我们如果都起来 你一定经历神的恩典 如果你不起来尽造 你怎么可能经历神的恩典呢 因为起来尽造 是行在神的旨意中 因为你起来尽造 是行在神的计划中 起来尽造 我们就是与神同工 那么必然 我们就会经历神的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 信经的教会 普遍的一个 严重的问题 就是信徒成为消费者 成为教会的消费者 这个意思怎么说呢 就是教会好像餐馆 弟兄姐妹来到教会 就是为了被别人侍奉 就是受到别人侍奉 有人不知好的会场 有人弹琴还在这里 带你唱歌 看你不快乐吧 还说 大家笑一笑吧 真是好辛苦 还有时候好像呢 欣赏了一场音乐敬拜 还有人在这里卖力讲道 然后呢 你们还在下面呢 在那里评论一方 听一听好笑的段子 或者看 听一个感人的故事 但是从来都不想改变 从来也不说 我应该要有什么行动呢 从来都不想 儿童主旨学 要好好安排我的儿子 要教导他们神的道 但是自己呢 在家里信仰没有榜样 在家里也不宜神的道 教导你的孩子 在小组中呢 只想别人给你分享 为你祷告 去烫访你 自己什么也不想做 讲的不是你们啊 你们不要这样子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 都是乐意付出的 对不对 我们都是愿意释放的 旁边的人说一下 你是乐意付出的 你是乐意付出的 所以教会不是一个 修行俱乐部 教会不是同乡会交友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使命团体 是一个市分的群体 小组也不只是团契 告诉大家 小组也不只是团契 不是弟兄姐妹做朋友的地方 当然也是啊 但不全是 小组更是一个使命团队 所以小组要活出团契生活的同时 小组要活出福音使命 小组要带领人信耶稣 总之我们一定要认识 教会是带着福音使命的 一定不是享受的地方 教会是侍奉的地方的 是侍奉神服侍人的地方 所以侍奉神后面 还是要加一个字 服侍人的地方 所以教会如果为福音使命而活 教会就会充满神的恩典 会不断不断经历神的恩典 有人说 我很少经历神 我想该是 你没有怎么侍奉神 有关系 你可能没有行在神的计划中 你也没有活在神的旨意里 如果我们乐意完成神的意向 完成神的使命 我们必然经历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 弟兄姐妹 我们开拓 经历教会半年的时间 这短短几个月 但是我们却经历神很多的恩典 看见神也带领很多新人 加入我们当中 真的有很多新人 我们也看见弟兄姐妹 努力学习 也看见大家急急参与侍奉 也看见大家努力祷告 所以现在我们也在不可能当中 神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个长期的产地 我们在那个人口那么密集的地方 有一个可以做活动的产地 我想真的是 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这都是恩典啊 其实我们这半年 如果你去仔细看教会 看看每个人 你都会觉得恩典很多很多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找产地的一个心路历程 我们曾经也想找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里开车 车一到大家都可以下来 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坐地铁不能到 有些人说太远 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 神却引导我 神说 城市很重要 从来都是城市去影响别的地方 不是乡村来影响城市 所以神还是给我一个感动说 你一定要矜持在城市里面找 所以神给我看听 九十二没有一个华人教会 下定决心就在这里找 死也要死在这里 结果呢 不到一两个月 我们就有产地了 突然之间想不到的地方 居然有个产 其实那块地方 谁想过呀 没人想过 我也从来没有想那里 但是神就这样给了呀 所以这都是 当我们做的时候 就经历神的恩典啊 好 这是我们看第二 我们来看第三 异象结合生活 带出实际行动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三 异象结合生活 带出实际行动 尼西米他从神那里 灵受尽造耶路撒冷 这个城墙的异象 但是呢 没有实际行动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尼西米是一个 有意象 有感动 更有行动的人 好 在旁边说一下 有意象 有感动 更有行动 所以尼西米他为了 敬造耶路撒冷城墙 他是在神面前 长期祷告 对不对 然后尼西米还从神那里 领受计划 那个计划都是神给的 尼西米他还做到 亲自考察 详细考察耶路撒冷 整个城墙倒塌的情况 那么尼西米还知道 自己一个人 不可能完成这个工作 尼西米还去发动 大家一起参与 激励大家一起来 敬造城墙的心志 所以尼西米他还清楚 敬造城墙一定会 遇见敌人的计谋和危害 所以他就将百姓 封成12个小组一起干 大家同时照 以最快的速度 52天就把城墙照完了 所以这些都让我们明白 神为什么将敬造城墙的意象 给尼西米 因为尼西米是一个有行动的人 他会根据实际情况 他有完整计划 然后一步一步去达成意象 所以尼西米他有了意象 他并不只是一个做梦的人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 付出行动 并更具体的情况 做出计划的一个人 所以弟兄姐妹 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 其实也是一个行在神旨意中的教会 是一个有意象 有使命的教会 是一个付出四分的教会 是一个对当下有影响力的教会 要成为一个这样的教会 我们必须把意象 跟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 实际情况 我们要结合起来 我们必须将神的话语 应用在生活当中 上次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 成为神手中有价值的人 我们就分享说 我们的信仰必要带入生活中 生活勿要活出使命感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 就是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就是被神呼召了 在地上活出基督的样式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的意象 没有叫你们贝 教会的意象就是 高举基督福音 受差派在人群中 活出基督的样式 做信败城市中的恩庭之光 有的都会贝了 好 有进步 这样的意象 我们要如何达成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使命 以后要被使命宣营 以后要被使命宣营 使命宣营当中我们有提到 我们要在集体敬拜中 对不对 我们要在教会小组里 还要在自己的家庭当中 我们要用这个三个群体 成为我们操练的地方 成为我们成长的地方 成为我们服侍人的地方 也成为我们敬赠基督福音的地方 那么我们也会透过圣经课程训令 以后会开课的 现在做细胞小组训令 那么我们会做信仰真理栽培 现在受洗的弟兄姐妹 要经营受洗的已经有人在上那个受洗真理班了 所以我们会做信仰真理栽培 我们会在小组中操练 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 侍奉能力可以增长 我们也会关注对人的牧羊 对家庭的牧羊 尽力基督化的家庭 让小组能够匆忙彼此的关系 相互的关怀 在小组里相互帮助 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崩暖的大家庭 我们要把牧道友静静的带进小组中 让他们新体验基督徒美好的群体生活 再认识基督的救恩 这种方法也可以的 不一定说他要新信耶稣再进入教会 他可以在小组里新体验 基督徒至今的生活这么美好 透过基督徒的生活 让他认识基督救恩 我们可以让人新经历基督徒的爱 然后让他再经历基督的救恩 因此小组就是将异象 跟实际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地方 小组就有这个功能 基督化的家庭 也是将神的话语跟生活结合的地方 所以教会也要一步一步 教会会有计划有目标的培育弟兄姐妹的生命 像耶稣一样 训令门徒 用三年多的时间 让他们成为成熟的门徒 能够带领别人信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 因为神让我们四分 祂其实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我们服事神不是我们配的 不是我们有资格 我们服事神是 我们不是配的服事神 而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其实就是如此 没有人配的服事 但是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所以我们就可以起来服事 起来侍奉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可慕侍奉 可慕成长 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 让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这是第三 我们看第四 发动全体总动员 又分工大合作 发动全体总动员 又分工大合作 所以在第三章的经文当中 可能弟兄姐妹 你读的时候读得非常枯燥 但是你仔细引读 你会发现里面带出的信息 对人有极大的鼓舞 因为这个名单记载了 42个敬召小组 他们都同心合意 他们是一起敬召 他们是围绕耶路撒冷 围绕耶路撒冷的圣定 来尽造城墙 他们是整个是一个圈的 然后他们被合理的封成 十二段的工程 然后他们各自尽造 造完了呢 又完全的临接 成为一个完整的城墙 其中参与的人 有祭师 有领袖 有贵奏 有富人 有立位人 还有众百姓 还有各行各业的人 您做商业的 做银匠的 做乡的 所有人都参与进来的 所以呢 他们有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建造 也有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也来建造 各个他们都使足了自己的力气 他们要拼命在五十二厅里面 两个月都不到 要把这个城墙 把它建造起来 哇呀 我们读过来 真的让人是十分兴奋 我还在想 你心里是不是做了个倒计时放在那里 距离城墙完成 还有五十一天 还有五十天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拼命的 五十二天 就把整个城墙完成了 哇 弟兄姐妹 他们能够这样的一起建造 因为他们带着同一个使命 他们是为着神而热心事奉 并且呢 他们并不彼此计较 他们是甘心乐意的付出 他们人数众多 但是他们一点也不乱 对 他们组织隐秘 他们彼此临近 他们靠着神的恩典 五十二天就完成了 有时候不一定 有时候人多会麻烦的 有时候人多会很乱的 有时候人多 教会争吵就很多的 但是他人这么多 又组织的这么好 又让大家这么拼命 你心里真的神又给他智慧 真的是非常好的完成 哇 他们如此同心合意 全体总动员 组织隐秘 分工合作 哇 这种精神 我是更佩服 更群慕 他们这样一个群体的师父 所以今天 弟兄姐妹 今天教会也是一样 教会也是一个带着 天国使命的群体 所以教会存在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 所以我们教会 必须要尽力起 四份文化 就是说 人人一定要参与师父 我们要彼此配搭 要彼此合作 要各尽其子的师父 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恩赐 去参与 去尽力他人 开拓神国度的师父 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 多次的讨论 各种恩赐 彼此配搭的重要性 同时他也强调 每位弟兄姐妹 都是教会肢体 每个肢体 必须发挥自己的功用 因此在保罗的思想中 没有任何一位基督徒 是不参与师父的 那还有耶稣的大使命 他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耶稣这个使命 是一整个教会的 他给所有的人 耶稣还把福音使命 给我们的下一代 因为那死人做门徒 是一代一代的嘛 不当是给我们所有 还给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们教会 总动员要大人孩子 是一起做的 所以儿童主持学 也做门徒学 对不对 也是这样的嘛 所以教会必须人人参与 事奉 没有一个人 拥有所有的恩赐 也没有一个人 一个恩赐都没有 这句话要记住哦 没有一个人 拥有所有的恩赐 我就唱不了歌 对吧 也没有一个人 一个恩赐都没有 那也是不可能的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保罗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发挥自己恩赐的事奉 就像一个人的肢体 没有一个肢体是没有公用的 都有用 因此每位弟兄姐妹都应该参与事奉 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还不行啊 没有关系 你在小组里可以操令事奉 小组里就是给你学习的地方 所以教会既然是让每位弟兄姐妹 都参与事奉 我们就要全体总动员 所以教会就需要有计划 需要合理安排 合理安排 才认大家都参与进来 然后大家又可以彼此分工合作 所以全体总动员又分工大合作 是体现出教会这个美好的群体侍奉 教会全体同心合力 大家可以彼此清卑服侍 大家都能够知道说 我的能力有幸 而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并且这个群体可以相互合作 大家各尽其才 发挥出各自的能力 又能发挥出群体的力量 所以教会要让事奉 发挥出这个群体的力量 是最终教会是达成群体的事奉 是群体的力量 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所以教会事奉需要 就是这样分工合作 合理的安排 需要大家顺服来行动 需要大家甘心乐意 那么这样一个群体的事奉 就被活出来了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诠释出 什么叫做在爱里面事奉 这样子的教会就能够产生福音的影响力 然后这是第四 最后我谈第五题 最后啊 第五 甘心做多付出 群体个人都受益 好我们来读一下 起来 在第三章这份名单之中 有些常与敬照的人士 不住在耶路撒冷的 那有些人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那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 尼西米对他们怎么安排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有人对着自己的房屋敬照 有人靠近自己的房屋敬照 还有人呢 对自己的房屋敬照 这个意思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有人修自己的房子呢 那个城墙是自己房子的对面 那你就修这一段 那有人修这个城墙呢 是靠近他家住的地方 那你就修这一段 你要修靠近你的这段 他这样安排 还有人呢 他的家就是城墙 这个有的啊 古代就说这边是城墙 但是再坐过来这里就是房屋 人就住在里面的 这种呢就加大了整个城墙的厚度 古代是有这种城墙的 你看耶利哥城的那个 妓女拉合对不对 他为什么从城墙上 把他坠下去 因为他家的旅馆 就使城墙淋在一起 这样子城墙就很厚 就加重了城墙的厚度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敬照的人 有人是对着自己的房子 有人靠近自己的房子 有人自己家就是城墙 他们就修这一段 所以这时候 我们也看见尼西米智慧的安排 让人在自己家的旁边修造呢 当然每个人就很努力嘛 很认真地修 因为这个关系到他自己的安全 因此他们修造城墙 这件工作既关心自己又关系大家 所以这里也显示出尼西米之道 个人跟群体资金的关系 就说个人会影响群体 群体也会影响个人 其实是彼此影响的 所以个人如果对群体做出正面的影响 那么群体会变得更好 那么一个美好的群体呢 也会带给个人极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好教会 好教会哪来的 我们自己来嘛 有了好的教会呢 会影响我们 如果你的生命成长 愿意在教会里付出 敬照别人呢 那教会越来越好 教会越来越好 也越来越好 你越来越好 也会服事呢 那教会越来越好 那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在这个教会成长 他们也会越来越好 所以教会这个群体 也是这样的 我们彼此至今 是有关系的 如果大家都起来侍奉 活出美好的灵性 活出极其的信心的生活 大家都付出爱心的行动 这样子就能祝福教会 敬照教会 教会就经历了更多的事空 那么教会里面的爱 就变得更浓厚 教会就会越来越活出基督 那么反过来 一个美好的教会 一个追求生命成长 四分的教会 一定会带给每位弟兄姐妹 生命成长 在教会这个群体中 得到益处 所以这样的教会 会吸引人 加入这个教会 他要来信耶稣 这个教会也会让众人 弟兄姐妹的生命 可以在这样的教会中 会不断的展进步 这样的教会会影响社区 会做信贷 在城市中的官 所以教会不仅仅是看到个人 我们会 这个 会从教会得到益处 教会的侍奉 我这个侍奉是甘心乐意的 在第三章的名单当中 那个提戈亚的贵族 他们不愿意干 出众的活 那些富人不想干 但是提戈亚的百姓 没有受影响 他们还乐意感 并且他们不当时 修了一段 他们还修两段 比别人还多做 所以他们这样子做 我们看见他们是甘心乐意的 还有一个比利家的儿子 米苏朗 他也修了两段 所以他们这些的做法 让我们看见 他们甘心乐意付出 他们不去计较 我付出多 你付出少 我多干 你少干 他们没有计较 他们自己是乐意多侍奉 多帮助 多干活 他们是这样侍奉的 因此我们教会 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操练 甘心乐意侍奉 不是为了名利 不是为了权利 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我们乃是为了 我们的侍奉 是为了一个目的 是荣耀神 是为主而做 并且侍奉的机会 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我们配得侍奉 不是我们有能力侍奉 乃是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最后说一下 不是我们配得侍奉 乃是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 乃是神的恩典 够我们用 所以这就是神用的恩典 如果我们大家都侍奉 那么这个群体就获得好处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五顶 我们都把它读一下好吗 好 我们把这五顶都读一下 我读题目 尽造教会 尽造教会 四份好文化 第一 共同同拥抱 从神而来的荣耀价值 第二 不断经历 并进正神 祖和恩典 第三 意向结合生活 带出实际的行动 第四 发动全体总统员 有分工大合作 第五 甘心做 不付出 群体各人 都是你 好 弟兄姐妹 有兴趣你把它背过来 真的 你记不住我讲的所有的道 背这五句就记住了 可以打包回家的 所以 我这些写出来 都是打包回家 知道吗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是一个有神圣使命的群体 我们要在这个群体中 参与事奉 学习事奉 操练属灵生命 塑造自己 有基督的压世 活出爱的生命 一个充满爱的教会 一个有基督生命榜样的教会 会不断的使人成长 使我们的孩子也成长 我们也会从教会群体当中 获得丰富的恩典 让教会成为美丽的教会 让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好 最后我们一起说 举起我们的手指来 让教会成为美丽的教会 让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让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最后给你荣耀神要大声点 让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一起来 一二三 让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阿们 阿们 你这位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你这个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让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 十分之一